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烧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133集 李达威很随意的一笑 可是 罗峰却觉得 这笑容中蕴含着太多太多苦涩 三十多年 人类和怪兽的战争 虽然没大涅槃石器般范围大 可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李达威摇头道 你知道 这三十多年 单单我指挥下的军队 就死了多少人吗 罗峰一愣 一波波新人换旧人 我自己都说不出准确数字 一份份死亡通知 发给他们的家庭 他们都是为了人类生存而死 李达威眼眸中有这一丝悲哀 可是 我无力地发现 海洋中的怪兽族群每一年进攻 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怪兽种类 会出现更厉害怪兽 这说明什么 说明 海洋怪兽在不断强大 李达威盯着罗峰 我怕 我很怕 人类无法主动进攻 怪兽在海洋中可以不断变异 强大 我怕有一天 人类会灭亡 李达威眼中盈有这一丝泪花 罗峰心中一震 不过 海洋怪兽要进攻人类 必须通过河道 从海洋杀入内陆 所以 我这一辈子 就是要阻拦他们 绝不轻易让他们前进一分一好 阻拦的距离越远 基地时的缓冲余地就越大 自从我当上东南军区司令开始 整整十一年零六个月零三天 海洋怪兽就没能沿着黄埔江多前进一步 罗峰听得心中激盗 心中开始真正尊重其眼前这位长辈 因为有他们的付出 自己等一些年轻人 才能在基地市平平安安长大 这一辈子 我就跟这些海洋怪兽拼上来 我只想 我以后的子孙们 还有未来 还有希望 李达威轻声道 还有未来 还有希望 是啊 如果基地是在被攻克 将来子孙还有希望吗 罗峰啊 李达威轻轻拍拍罗峰肩膀 现如今这个时代 人类想要生存 能倚仗的王牌只有两个 一个是高科技激光炮 一个是个人武力 强大的舞者如虹 人类想要生存 一个是发明出比现如今激光炮更厉害武器 一个是多出现些如红雷神的绝世强者 甚至于出现超越红和雷神的强者 李达威看着罗峰 罗峰 我年轻是没人交 走了岔路 现在成为中等战神 已经是到顶了 没有进步希望了 你不同 你今年还不到二十岁 罗峰 一名超越战神存在 堪比百万大军 而红和雷神 更是超绝 强大无比 现如今人类能够在基地 是这么平静生存 就是红去跟陆地上 无数怪兽的王级怪兽们谈判 所以说 一个红比一个国家的军队 都还要有用 我希望你能走到那一步 或者更高 目送着高空中 罗峰乘坐智能战机离去 李达威司令表情复杂 低声喃喃道 我已经老了 而罗峰你 还有无限可能 那黄浦江上战争基地 李达威送罗峰离开时的一番话 令罗峰心中掀起惊涛海狼 过去拼命修炼 罗峰更主要是为了父母 为了弟弟 能够再站起来 自从成为无敌战神 罗峰虽然依旧努力 可是 在心底 已经感觉没多大压力了 仇人李奥 早就不放眼里了 亲人们 过得很好啊 金钱 现在金钱对自己已经没太大意义了 权力地位 连家族财团头头 军方 官方 大佬 个个都热情无比 爸 妈 明月小区 罗峰刚刚走入家中 回来了 早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亲妈 在看书的父亲喊道 你弟弟他在外面跑步呢 他退好了之后啊 就喜欢跑步 父亲笑容开心得很 对了 小峰啊 你什么时候打算结婚啊 我跟你妈现在没别的想法 就想抱个大孙子 罗峰坐在餐桌前 喝着热腾腾的米粥 听着父亲的唠叨 心中忽然感觉很幸福 在那战争基地中 战事不顾性命战斗 而基地势中的军民们 安然生活 或许 这就是李达威司令 和无数军人们拼命的原因吧 喂 阿文 坐在练务厅地面上 罗峰拿着手机 笑道 什么 今年暑假 你和你女朋友出去旅游了一趟 嘿 你小子够浪漫的呀 嗯 好 不过最近短时间没时间 月底我还要出去一趟 回头再找你 好 就这样 拜拜 罗峰脸上满是笑容 阿文的日子过得也不错 父母的日子也过得幸福 弟弟跟他女朋友更是热恋中 罗峰心中回忆起李达威司令那一句话 我只想 我以后的子孙们还有未来 还有希望 还有未来 还有希望 罗峰南南道 我也想我爸妈能管想满年 我也想我弟弟将来娶妻生子 培养他自己儿子长大成人 我不想这一切会被怪兽族群给毁掉 我要我的子孙们 有未来 有希望 这一刻 罗峰心中前所未有的坚定 我也想追求生命极限 不断超越自己 成为议员 成为议长 乃至于比他们更强 不断超越 我也想像红一样 凭借一己之力 威慑陆地怪兽族群 我也想 我的子孙们 还能有未来 还能有希望 罗峰双眸眼神 坚定有力 努力 前进 超越 当我死去 闭上眼睛时候 我不想 因为过去的不努力 造成遗憾而后悔 这一次心灵的洗礼 让罗峰的信念 前所未有坚定 整个九月份 罗峰全身心投入到 刀法 身法 身体素质 天生屠戮等修炼中去 这种投入 不但不感觉枯燥 反而感觉到一种 发自内心喜悦 体内基因的蜕变完善 实力的一次次进步 这种身体本质变化 让人沉醉 一般强迫自己修炼 效果反而比较差一些 而自己享受修炼 爱上这种生命本质提高感觉 这反而令罗峰 进一步速度很惊人 当九月二十九号早晨 罗峰给自己测试时候 全力竟然达到了 二十五万八千一百零三千克 超越二十五万六千千克 罗峰正式踏入 高等战神身体素质这一层 九月二十六号下午两点多 穿着从战神宫中 以最优价格购买的一套 SS级血红色作战服 背负着一柄SS级血影战刀 罗峰整个人就仿佛 从那而外经营剃脱的普遇一般 站在那 就好似一柄冲天的刀锋 拥有着无尽拼搏斗志 爸 妈 我这次出去时间长短难定 罗峰 我不在家 你照顾好爸妈 知道了 哥 在外面也要小心啊 父母连忙叮嘱道 罗峰微微一笑 就直接走向旁边智能战机 战机舱门自动开启 罗峰进入其中 舱门关闭 深蓝色三角星战机 迅速上升 飞出江南基地市城市防御系统区 而后化追到刘光 朝极限物馆全球总部赶去 红宁基地市 极限物馆全球总部 是一艘古老巨型飞船式的庞大建筑 巨型飞船建筑旁的停机坪上 一艘深蓝色三角星战机 缓缓降落 智能战机内 那文明遗迹中 没法使用黑身套装 只能放这里来 罗峰伸出右手 很快 黑色皮膜聚集右手上 形成一只黑色手套 还要解除控制 这黑神套装只要吸收主人血液之后 就会产生变异 变得跟主人的身体前所未有契合 就好像皮肤一样 可以千变万化 甚至于隐藏于皮肤之下 可是 有一个缺点 一旦上身 是很难再脱离身体的 脱离开身体 有两种办法 第一 主人生死 第二 主动控制黑身套装 将吸收的血液给逼出来 黑身套装 就会自动脱离身体 现在 让黑身套装脱离身体 回头还要再让他吸血一次 罗峰无奈一笑 片刻 黑色手套 掉落到智能战机座椅上 一号 收好黑身套装 罗峰随即离开智能战机 巨型飞船建筑内 罗峰刚刚来到这里 就被迎接到某个休息室当中 宽敞休息室内 有数十个座椅 里面就有六个人 看长相模样 罗峰一眼判定 有一对男女应该是华裔 有一名闭眼坐在那里的 应该是印度人 另外三人 其中有两个同样静坐的黑人 还有一个金色卷发白人 你好罗峰 我是拓拔岩 来自京都基地市 其中华裔男子走过来 介绍道 据我所知 我们这波出发的八人中 来自华夏国的 也就你我两个 啊 刚才跟我说话 李小姐是红宁基地市的人 罗峰微微点头 随便说两句 就坐到一旁静修了 为即将进入古文明一记 做准备 很快 最后的第八名成员 也到来了 极限武馆这一次 前往九号古文明一记 战神 全部到齐 各位 请跟我来 在一名穿着宽松 红袍男子带领下 罗峰等八名来自 全球各地战神 来到通体 由奇怪的紫色木头 制造的镜室中 构成镜室紫色木头 并非罗峰他们所见过的 任何一种紫色木头 不但有着气香味 而且还能让人 前所未有的心境 精神凝聚 黑衣男子 正站在镜室中 背对着罗峰一群人 管主 罗峰八人都微微攻身 黑衣男子这才转身 目光扫过罗峰一群人 耽误到 九号古文明一记 虽然危险程度是文明一记中较低的 可是死伤率依旧很高 你们中若是有人现在后悔 想要退出的话 现在可以说出来 否则进入古文明一记 后悔就晚了 所有人沉默 很好 黑衣男子弹目道 瑶瑶 进来 声音传播开去 一道模糊身影 在门外凝聚 正是穿着一身黑色长袍 戴着金色面具 披散着头黑色长发的神秘女子 因为面具遮住脸部 只能看到眼睛鼻子嘴巴而已 不过单单如此 就能判定这绝对是一个绝世美人 特别是那双眼眸 简直是勾人魂魄一般 是个混血儿 罗峰根据神秘女子眼睛 就判断出来 三大亲卫之一的妖娆 不愧得到妖娆这个外号 三大亲卫 是馆主红最忠诚手下 因为一直跟随红 这三人失利 比之五位巡查使平均失利 都还要略高一筹 你们八个 等会儿出发前往九号古文明一记 妖娆带队 黑衣男子吩咐道 是 众人都应命 罗峰留下 其他人退下 黑衣男子吩咐 静室内 很快就只剩下 罗峰和红两个人 红弹幕道 罗峰 你通过内部电话询问过 古文明一记的事 你不想去吗 管主 罗峰微微攻身 我是曾经不打过电话询问过 那时候 我认为 进入古文明一记 冒生命危险 最后只为得到一套黑身套装 付出的风险和最后收获 不值得 所以当时 我是比较犹豫的 你改变主意了 黑衣男子略显惊讶 看向罗峰 嗯 罗峰点头 追求生命极限道路 困难重重 自当逆流而上 正常人走路都可能遭遇惹祸 在小区内 都会被掉下的花盆砸到脑袋 没什么事情是百分百安全的 我选择这条路 就要有拼搏的勇气 如果百分百安全 那反而没有挑战的意思 正是因为有这些危险 才能让我热血沸腾 充满斗志 而且都说成功率超过80% 我还有何畏惧 罗峰眼神很亮 黑衣男子看着罗峰 心中暗自点头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